倒垃圾 欸這個也可能沒辦法點椒嗎 有可能 那怎樣 大家還要追著垃圾的車跑 不給你用 垃圾跑不是最誇張的 我聽說怎麼沒有開放使用你知道嗎 是嗎 停車場 它也不給你用 歡迎收看今天的窩心球 我是主持人郝慧榮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是關於說呢 你買了社區大樓的房子 好像呢很華麗很漂亮 裝潢好住 進去 但不代表說 欸就是你的夢想天堂日子開始了 在這邊呢我們今天邀請到呢 算是相當有經驗 然後親朋好友也有當過像主委啊 之類的職務的小貓 歡迎 嗨大家好 我是小貓 從以前開始一直都是住在社區大樓 所以 應該要說我比較 不了解的方法是 住透天的規矩 因為我一直都是在社區大樓規矩底下 然後現在我又在加上 我又在當副主委 我反而是當副主委之後才更多了解到 來住透天的人會 住到社區之後會有怎樣不習慣的情況 那像是我自己啊 以前都住那個什麼華夏 然後之後呢有打算要住社區大樓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請教要做很多很多的 沒問題 我自己會認為說我買社區大樓 我就把我家裝潢好就好 其他就是 欸 交給社區主委啊 官委會啊 他們就會搞定一切 然後迅速的 我當然住社區大樓 我想要有公社可以用啊 不然我幹嘛住社區大樓 我繳那個管理費 我就是想要用個游泳池 用個健身房 用個兒童遊戲室 啊 聽說很多就是不是馬上可以用是不是 對 你已經算是很有sense了 你還知道是管委會負責這些情況 大家其實常常都會以為說 這些東西都是建商負責 然後我只要跟他買的房子 這些公司應該建商就會直接打開給我用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就是 你在社區你要達到一個居住門檻之後 建商才能開所謂的區權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然後讓大家去開會 選出你第一屆的管委會 那選出第一屆管委會之後 就是一切很融藏的過程的開端 為什麼會收管理費 你以為社區運營不要錢嗎 沒有 社區運營很花錢 我現在聽到各種那個收銀機的BGM 對 沒錯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得有錢 然後你要開始由管委會來運作這個社區 難怪我看到就是我朋友的那個社區啊 他住進去 一開始大家覺得很爽 因為他沒幾戶 然後就是大家停車 隨便幾個朋友去開趴啦 入錯趴什麼 全部隨便你愛怎麼停怎麼停 因為他裡面互數不夠 然後結果呢我就去看啊什麼 本來我想說去健身房啊 還有那個什麼唱歌的KTV 玩一玩啊 結果都不行 一個都不能用 然後我就覺得說有點阿札 但這個時間長短有一定嗎 沒有 最長現在目前停島還沒有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點膠的10年 10年也太久喔 你都沒有辦法用你的公社 你沒有辦法進去 你在跟他把這東西要過來之前 你一定要確保他沒有問題啊 然後確保他就是好好的可以使用 然後你才會把他願意拿過來嗎 對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有非常非常無限多的 分爭嘛 無限多的情況 10年了耶 我健身房的跑步機都壞了 對 但是它是一個不行就通通都還不能用嗎 這樣說好了 像我們是有找 點膠公司 因為我們一定不可能 每個社區都有人是機電專業 消防專業 弱電專業 土建專業 我聽了頭都昏了 怎麼那麼多重要名詞啊 對 這已經算是很小的份 大分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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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 那我們就花了一筆錢 我們請人過來幫我們檢驗這些問題 然後它這件事情叫做出驗 第一次出驗之後等報告 一個社區 標準值大概會落在1500條到3000條之間 對 1500條到3000條 所以你就可以想 的問題嗎 的問題 要去改善的 沒錯 這個問題如果說你有驗到土建 就可能會更多 因為所謂的土建 像我們社區有很多的食材建築 是不是很容易列 這邊有列一個縫 那邊有列一個縫 對 一塊 磁磚是一塊一塊算就對了 對 磁磚 比如說它那一塊磁磚就列了 或那一塊磚變色 但我還是覺得那個數字很驚略 對 這個數字就是講出來的 然後再來 驗完之後才會分SAB 三個等級 然後接下來還有C珠 C珠1 1是建議項目 那SAB是必修 這整個維修達到80%的時候 才會進行復驗 那20%呢 剩下的擺到20%就是談判的過程 最難的來了 那因為剛剛在講說有一些設施的點教 其實對我來說啦 假設我住進去 游泳池還不能用沒關係 我沒有天天要游泳 健身房還不能用沒關係 我平常也沒什麼在健身 那有一些公社 還不能使用 我可能會覺得我可以忍受 可是 我可能兩三天就要倒一次的就是倒垃圾 現在很多社區都是有那個什麼 什麼垃圾給你冷藏就不會發臭啊 什麼什麼的 這個也可能沒辦法點教嗎 有可能 怎樣 大家還要追著垃圾車好 不給你用 等等等等 大家要出門 就是有社區會去追垃圾車 必須要追垃圾車 而且 現場有時候賣房車都會跟你說 這個我們還沒有開放使用 所以你聽過追垃圾車追最久的 有多久 一兩年跑不掉吧 如果你是最先入座那批人 因為 社區點教它必須 最少時間喔 半年到一年 都是很正常的時間 我說的是從第一屆館會成立之後 半年到一年 前面還有建商代管期間 對 點教完之後我才要開放 不然你們一直用 然後一直壞 然後你們人為把它弄壞 不要說你冷藏室你打開 你不關 或是你這個刮刮它 你就亂丟垃圾 然後你把垃圾桶弄壞 那就是建商要負責 然後你又永遠不跟它點教 沒完沒了耶 你知道垃圾桶是最誇張的 我聽說怎麼沒有開放使用 你知道嗎 停車場 它也不給你用 那我買一個房子 我可能還花了一兩百萬 多買一個停車位 台北市可能還兩三百萬 不一定買得到 差不多 不能用 差不多 他說那個是公社 請你點教 所以並不是說 好像住進去一切都解決了 絕對不是 但很多人是不是會把責任 就是通通推到管委身上 就是 對 這一切是你沒做好 沒錯 你怎麼可以沒有替我們的利益著想 對 沒錯 你站在哪一邊了 沒錯 有沒有這種質疑 然後再來就是開始會有黑函 對 他是建商的人 他說建商的錢 你點太快也不行 你點太慢也不行 你家也是花錢買的耶 他就說你為什麼簽字簽那麼快 你是不是跟建商有勾結 你直接讓他過你也沒有檢驗 好 這是快的情況 接下來慢的情況 為什麼我還在追垃圾車啊 你不是開始收管理費了嗎 我剛剛就是 我覺得很可惜你會偷偷這樣覺得 但是請大家尊重每一位做關愛會的人 因為我們也是住戶 我們也是你們社區中的一份子 我們也跟別人沒什麼不同 我們只是出於 我買的第一間房子 我不希望他 發生什麼 就是公社發生什麼很奇怪的情況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加入好了 管會會真的會花很多的時間 在社區的這種瑣事上面 重點沒好處對不對 過居心 也沒有連管理費優惠都沒有 謝謝 如果有建商收的錢的話 所以被黑這種事情我就覺得說 天啊 我錢都沒收到 坐著要死 然後我還要 我還要被造謠 我相信啊 雖然過去可能多多少少有發生過 有一些社區 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髮條啊什麼的 其實都與時俱進 會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避免再起紛爭 可是大家住戶之間喔 剛剛小毛講得很正確 就是管委他也是住戶啊 宗教也是你的鄰居啊 有時候多一點同理心 然後就是加入一些開會吧 這也蠻重要 可以可以 最怕是都不來啊 不了解狀況沒關係 但是意見又太多 是 你不敢講我幫你講 沒關係 但是當然就是也很感謝 你出來做事一定會有一群人 他們是支持你的 他們理解你 有 因為我有聽說過 小貓的鄰居真的是 夢幻中的鄰居 非常羨慕 就是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租到社區大樓 我希望我也擁有這樣子的鄰居 然後今天非常感謝小貓幫我們 來解惑一下各種的疑難雜症 然後有機會的話我們再來好好跟你問一下 好 那當然呢我們今天的窩心球啊 訪台差不多到這邊 那請大家呢 如果接下來有一些想要合作的部分呢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就可以找到關於我們的合作資訊囉 非常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